大家好我是小屁 日服天堂M1月6號的改版消息出來啦 這一次有新增了新年神秘商人 然後雅丁成人儀式 接著這個試驗之塔也重置了 下一次試驗之塔重置的時間是2月3號 影片開始之前請先檢查一下有沒有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還沒訂閱的朋友們記得訂閱喔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雅丁成人儀式 那這個來講的話就是55噸以上 你每天消耗100葉子就可以獲得一個紓簡箱 那書簡箱打開就會有5個任務卷軸 那這5個任務卷軸其實都還蠻好解的 怪物打100隻阿或是特殊副本打100隻阿 裝備強化或是世界王打一次阿 或者是再消耗葉子這樣子 那他給的這一個獎勵的部分 他有70等大概就是1%的經驗值 然後接著就是200葉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每天多經驗值 以及每天多1000葉這樣子 接下來的話就是新年的這個神秘商人 這個神秘商人的話他是持續兩個禮拜的 那每個小時的55分到整點他都會出現 然後8點55分到9點出現的神秘商人 更會額外販賣這個新年幸運箱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普通在販賣的東西 有五房捲箱然後變身娃娃製作壁箱 跟高級變身娃娃抽卡 那這個都是只能賬號 一個賬號只能買一次而已 一天買一次 新年幸運箱也是一個賬號一天買一次 那打開的話有機會獲得五房捲箱 或者是荔枝吊茶捲軸 紫念綠紫念 然後三種刻印箱 變身娃娃製作硬幣 戰鬥強化捲軸 龍珠 祝福聖水小罐 萬能普通寶石 跟純白萬能藥 都有機會會開到 所以我個人覺得你如果真的沒什麼時間的話 就這個可以放掉沒關係 因為8點55分應該也是蠻多 那個無差別殺人魔在等的 所以我是覺得 盡量把前面這幾個買掉就好了 那可以的話當然8點55分 去買那個新年幸運箱 好了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這個日服改版重點分析 你如果有任何新的消息情報問題的話 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我是小屁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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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要去聽說 一定會不會拍子 走得到很難的 我要去看 可以不見 我們要去看